我是傅家杨子,是永远守护在傅云兰身边的骑士 一次意外,我为了救他而失明,成为了一个盲人 他痛哭流涕,说会爱我一辈子 可当我复明的那天,却撞见他和我最好的兄弟接吻 我装作视若无睹,在暗中密谋着离开他 可傅云兰却不干了,后悔了 在我的生活里,已经分不清白天黑夜了 眼前永远只是一片黑暗 一年前,傅云兰被绑架 我为了救他头部遭到重创 导致了失明,可我并不后悔 只因二十年前,是他在众多等待领养的孤儿中选择了我 这日复一日的相处中,我对他的爱意早已深入骨髓 我永远都忘不了那一天 他靠在我的怀中哭泣,开始有些笨拙地回应着我的爱情 云琛,谢谢你救了我 如果你看不见了,那我就做你的眼睛 我们会在一起一辈子的 没没想到这里,内心深处还是会泛起一层涟漪 我只盼望我的眼睛能快些好 早日看到那个我梦寐以求的他 我摸索着床边,小心翼翼地走下床,拉开窗帘 温暖的阳光照射进来 我突然觉着眼前好似有了些许光亮 这让我激动不已 但我不想让爱我的人失望 想着等待我重获光明的那天 再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 我沉浸在逐渐康复的喜悦中 不可自拔 耳边却传来了诡异的喘息声 自从逝去了视觉之后 听觉就变得格外灵敏 这声音让我的心里泛起了一阵莫名的恐慌 兰兰,是你回来了吗? 没有人回应我 那喘息声依旧在继续 细细分辨,不止一人 脑海里幻想着许多入室抢劫的画面 让我忐忑不已 摸索着墙边往卧室外走去 兰兰,是你在客厅吗? 过了许久 客厅里终于传来了熟悉的声音 让我松了口气 云琛,是我回来了 还有顾文芝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在他说出顾文芝的名字后 微不可查地哼紧了一声 几个,我想来看看你 正巧在楼下碰到了嫂子 电梯还坏了 我们爬了十六层 可真是累死了 说吧 他好似为了让我幸福 还故作喘息 既如此 我只能压下心中的疑惑 实在是不想怀疑身边的亲近之人 但心口又闷闷地难受 总觉着眼前迷雾一片 让我不知所终 如果说傅云兰是我最爱的女人 那顾文芝就是我最好的兄弟 我和她是大学室友 毕业后更是跟随我进公司 成了我的得力助手 我不敢用那些龌龊的思想去猜测她们 更是不敢想象 如果她们二人一起背叛我 那对我的打击将会是多么致命 那天我没有继续追问 傅云兰对我也是一如既往的细心体贴 顾文芝也是一副没事人的样子 像往常一样和我把酒烟欢 直到第二天清晨 我再次睁眼时被眼前的光亮刺痛 卧室里沉涉清晰地映入我的眼帘 正愣了一瞬 转而是巨大的喜悦涌上心头 我复明了 我忍不住 想立刻把这个消息告诉傅云兰 却透过卧室的门缝 看到了客厅里的凌乱 两人交叠躺在沙发上 两人的衣服被扔得满地都是 宝贝 你不担心他发现我们吗 他不过就是一个瞎子 能发现什么 而且 你不觉得这样更刺激吗 男人的声音沙哑 女人的声音妩媚 我现在 只恨我当初为什么不是连听力也一起失去了 蓝蓝 你说 你心里到底有没有那个瞎子 你当初答应和他在一起的时候 我可是心痛了好久吗 顾文芝清准着傅云兰的唇半 言语间皆是撒娇意味 可这话说出来 实在是罔顾我对他多年的信任 可傅云兰更是让我痛心不已 只见他 拥着面前男人的脖子 嘴角勾起一丝不屑的笑意 去 我俩其实本来就有婚约 当初从孤儿院把他领回来 就是为了 给我养个坠婿 不过他几云琛就是我们傅家的一条狗 没出息 要不是为了他手上的那个项目 我才懒得搭理他 况且 爸妈已经答应我了 只要我能顺利拿走这个项目 他们就同意我解除婚约 心脏处传来密密麻麻的疼痛 让我呼吸一致 原来他一直是这样看我的 哼 我原来在他的眼里 就是傅家的一条狗啊 脑海里猛然响起 昨天那诡异的喘息声 我最接受不了的猜测 竟然还成真了 我强忍着冲动 不想把自己最脆弱的一面暴露出来 也是给自己留下了最后的尊严 拿起床头柜上的水杯 泄愤一样的用力扔了出去 玻璃碎裂的清脆响亮 客厅内 两人耳并撕磨的声音 戛然而止 过了一会儿 傅云岚小心翼翼地出声询问 云琛 你醒了 我尽力压制着内心的伤痛 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一样 沉声回答 嗯 刚才不小心碰掉了水杯 对不起 我看着傅云岚随意披了一件外套 脸上的神色颇为不耐烦 但声音依旧温婉动听 没关系我来打扫就好 云琛你快歇着 别受伤了 若是以往 我听到这句话 恐怕心里温暖非常 认为自己多年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 可现在却是浑身冰冷 看着他敷衍嫌弃的眼神 以及驳梗出若隐若现的吻痕 我只觉着多年的付出 全都是个笑话 我明白 付出都是我自愿的 即使傅云岚没有任何 回应我也都认了 可他为什么要答应我之后 又背叛我 哦 是为了讨好傅家父母 亦或是 为了寻求刺激 我张了张嘴 却觉着喉咙处 像是被什么东西噎住了一样 最终还是隐瞒了 我已经复明的消息 傅家锦衣玉食地把我养大 就算是念着这份恩情 我也不能和傅云岚 闹得太过难看 更何况 我对傅云岚十年如一日的追寻 让那份爱意 早已深入骨髓 让我一时之间难以割舍 兰兰 吃完早饭后 我们回老宅一趟吧 我有事情 要和先生夫人商量 傅云岚的表情如临大敌 一直询问 我要回去干什么 可在我一番安抚之下 还是同意了带我回去 或许是他胸有成竹 认为我这辈子 都会是他身边的一条狗 早饭的时候 我麻木又机械地用勺子 往嘴里塞饭 像往常一样 尽力不让他们两个发现破绽 而两个人就在我面前 堂而皇之地亲密互动 这轻车熟路的模样 必定是在我失明的时候 不知道演练多少次了 傅云岚的脸上 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娇柔妩媚 她在我印象中 一直是高高在上 不染尘埃的高领之话 我也没有想过 有一天她也能露出 这样小女儿家的表情 只可惜她不是对我 此时 我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傅云岚 看到她的眼中 无意间闪过一丝恐慌 紧接着恐慌消失 然后皱起了好看的眉眼 用口型跟顾文之无声地 说了句话 晦气 一颗心愈发沉入谷底 好像四下一片黑暗 是看不清的深渊一样 我握住勺子的手 微微颤抖 我被傅云岚那虚幻的爱情 骗了一整年 爱她已经成为一种习惯 而从今以后 我虚地改掉这种习惯 早饭过后 我们一行人回到了老宅 当然 顾文之也跟着一起 并没有意识到 自己有丝毫不对 傅家父母看我如今的模样 眼底的情绪十分复杂 或许有惋惜 却夹杂着许多嫌弃 他们养我也是 付出了心血 可谁承想 我会变成一个盲人 顾文之跟在傅云岚身边 对傅家父母大献殷勤 这一家三口 其乐融融的景象 颇为刺眼 我倾壳一声 打算直奔主题 先生夫人 我有事情和你们讲 我的眼睛不知道会不会好 这副模样 自知是配不上兰兰的 所以请您二老取消 我俩的婚约吧 起初众人被我打断 面色都有些不快 尤其是傅云岚 可当听到我要解除婚约的时候 他却愣在了原地 几个人各自心怀鬼胎 面色各异 幸亏他们都以为我眼睛瞎了 不然还真看不到 他们如此精彩的表情 几云琛 你在说什么 你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傅云岚面露惊讶 但相对来说 还是挺放松的 我当了他十几年的舔狗 只是以为我失明压力大把了 云岚 好好说话 傅傅呵斥了一声 走到我面前 拍了拍我的肩膀 云琛啊 我知道你是为了云岚好 可是医生不都说了 你的眼睛是可以恢复的 放宽心啊 若是没有忽略他眼底的一抹嫌弃 我还真信了他的话 这一抹嫌弃 还真是让我心凉 他们虽然养我长大 但我从18岁起 参与公司经营 我对富家死心塌地 带来的经济价值 只多不少 现在支撑着他们 没把我当成一枚气子扔掉 无疑是医生告诉他们 我的眼睛还可以恢复 这个家的所有脏活累活 等我好了 还得由我来干 我忽略心口处的胀痛 嘴角扯出了一个略微苦涩的微笑 眼神空洞 看向前方 爸 我其实后来去找过医生 他说 我的眼睛是再也不能好了 顾文之面露喜色 似乎是觉着 自己尚未的时机到了 赶忙来到富家父母身边 故作安抚 叔叔阿姨不用伤心 云琛向来是个懂事理的人 他做出这个决定 自然是希望我们尊重他 更何况我是云琛一手培养起来的心腹 他离开了 不是还有我呢 顾文之 我心下不禁冷笑 这就是我最好的兄弟啊 没想到 直到今天才看清他的真实面目 我只不过是提了解除婚约 他的意思 却是想让我离开富士集团 毕竟我走了 他才能上位 启云琛 和我的婚约 是你想要救药 不想要 就这么随意解除的吗 我不同意 傅云蓝坐在沙发上 眼神在我的身上不断徘徊 我深呼吸一口气 尽量把那份难以割舍的习惯忘却 可我太了解他了 他拒绝解除婚约 大概率是因为 这是我第一次主动拒绝他 蓝蓝 我愿意把手上的项目都交给你 我知道我配不上你 日后我只想安安静静地做个普通人 众人脸上是 毫不掩饰的贪婪 我的心里是愈发的难受 这就是养我长大的富家人 他们每个人都想吃我的肉 和我的血 试图榨干我最后的价值 这大敌也就是我还性计的原因 只改名不改姓 他们要让我时时刻刻都牢记 我只不过是他们富家领养回来的郭 云琛啊 既然你心意已决 我们也就不再勉强你了 富富向来沉得住气 可这语气里还是 有着几分微不可查的喜色 心下叹息 这里注定不会是我的家 傅云蓝虽然也很开心 可是他这个人十分别扭 还是没有适应 我会主动提出离开他 风波过后 几人又开始了他们的谈笑风声 顾文芝的手摸索着身旁傅云蓝的腿 看向我这边的时候 多少有些炫耀的意味 不过他并没有专注我这边 毕竟在他眼里 我只是个瞎子吧 他一脸谄媚地对着富家父母 那丑恶的嘴脸 还真是让我恶心 反观傅云蓝 却是略微有些沉默 眼神却时不时地飘向我这边 表情沉闷 我难得释然地看着面前的一切 只不过 我不再想成为他们游戏中的一环了 这次我没有隐藏什么 更何况也没人注意我 转身静止离开了富家老宅 令我没有想到的是 傅云蓝竟然跟了出来 几云琛 我不知道你今天在发什么疯 你不是爱我吗 为什么又要主动和我解除婚约 他满脸疑惑 似乎追出来就是为了得到真相的 我伸手想像往常一样 抚摸下傅云蓝的头发 却被他躲开了 我的手僵在了半空中 心里苦涩 却也要逼着自己接受一切 我扯了扯嘴角 露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 声音低沉 听不出半分情绪 蓝蓝 你今天的衣服真好看 淡淡的紫色 宛如天边的云霞 和你当初在孤儿院选中我的时候 真像 说吧 我看着傅云蓝的眼睛 一点点瞪大 愣在原地 我是时候该离开了 可顾文芝也不配留下来 夜晚 星空璀璨 我独自一人回到公寓里 坐在窗边看着楼下的万家灯火 一杯红酒在夜色中 显得格外醒目 我静静地 想着过去的事情 心情有些沉重 我对傅云蓝十几年如一日的爱 就在昨天脑海里 甚至还幻想着我们的未来 幻想着 她穿着婚纱嫁给我的样子 可惜 现实总是残酷的 将近一年内 这还是我第一次 没有傅云蓝陪伴的夜晚 屋内寂静如丝 可想想也是 即使有她的陪伴又能怎样 或许那黑夜里 有没有顾文芝的身影 都不一定了 手机提示音响起 是顾文芝发来的消息 一张张她和傅云蓝的合影 红酒烟火 烛光晚餐 一举一动 都透露着情侣间的亲密 她还真是以为我眼下 开始愈发肆无忌惮了起来 这些照片 不要命地发送进我的手机里 还真是刺眼 点开语音 顾文芝的声音中 是难以掩盖的幸灾乐祸 云辰啊 刚才副董事长表示了 让我替代你的位置 你就在家好好休息就好了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我懒得搭理她小人得志的模样 突然觉着我好像 以前眼更瞎一点 竟然还觉着她成熟稳重 我静静地坐在这里 品着杯中的鲜红的酒夜 算是祭奠我死去的爱情 直到深夜 门口处出现响洞 傅云兰独自一人走了进来 她脸颊微醺泛红 看到我之后 愣在了原地 驻足不前 你知道我们两个的事情对不对 你为什么不揭露我们 你天天看我们在你面前恩爱 你有意思吗 面对傅云兰的率先质问 我颇有些无奈 为什么她从不看看 自己做得有多过分呢 我滴滴的笑出声 仿佛听到了世界上最好笑的笑话一样 笑得愈发悲凉 兰兰啊 可我也从未想过 你会骗我 甚至是为了 我手上的项目 还辛苦尾身于我 其实你随口说一句 我都会毫无保留地给你 根本用不到你费尽心血去编制谎话 和我 虚情假意了这么久 真是辛苦你了 傅云兰眼神复杂 眼底是我看不懂的感情 我多希望她爱我是真的 我为了她 连病都可以不要啊 不过我劝你 顾文芝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好自为之吧 话已至此 我们之间的缘分 算是彻底尽了 起身穿好衣服 去衣帽间 拿出早已收拾好的行李箱 说来可笑 当初选择 买下这间屋子 一是为了丢养病 二是傅云兰上班境 毕竟以前都是我送她 现在需要她自己走 住了一年的地方 我对东西趋之可数 一个行李箱 就全都能装下 反倒是顾文芝的东西 充斥着这里的每个角落 心里愈发忍不住嘲弄自己 我这些年 过得还真是失败极了 静止离开公寓 傅云兰依旧站在那里 在我打开房门的时候 我听见她的声音 从背后传来 我和顾文芝是真心相爱的 她和你不一样 她的眼里只有我 她这句话 颇有些自言自语的意味 我心下一紧 叹了一口气 但愿如此 离开和傅家有关的一切后 我回到了自己名下的一处房产 这里远离城市中心 是我无意中发现的 世外桃源 我在这里养了一只猫 有它陪我 被伤痛过后的生活 都好过了许多 这些天我一直在查古文芝 不知道是谁帮它隐藏了身份 我竟然没看到丝毫破绽 我不免有些苦恼 在花园里散步散心 我养的猫也跟我一起 它却上蹿下跳 直接跑到了隔壁的院子里 我有些着急 靠近栅栏 看到的却是赏心悦目的美景 少女怀抱着一栏玫瑰花 看着两只橘猫 在头碰头亲密互动 太阳高照 它们仿佛都在 散发着光芒 本以为我这辈子 都不会再有爱情了 可我没想到 我竟然也会再次 体会到心动的感觉 女孩注意到我的视线 羞涩一笑 赶忙抱起其中的一只猫 递到我这边 然后飞快地跑回了别墅里 我哭笑不得 看着怀里和我大眼 瞪小眼的陌生小菊 以及趴在他家窗口 冲我狂叫的逆子 我只得抱着小菊 按响了隔壁的门铃 在得知我们的猫抱错了之后 它的脸上 慢慢浮现起一抹红韵 我们交换人质一般 换回了属于自己的逆子 互相道了名字 就算是认识了 它叫几青雨 和我同一个姓氏 让我感到非常意外 细问过后 才惊觉世间世事 竟是如此巧合 我们是同一个孤儿院的 只不过 它比我小了三岁 我被领养的时候 也不过才七岁 大家不认识 也是正常的 在它的家里 我看到了那一年 我们孤儿院的合影 看起来颇为怀念 却在照片中 看到了一个 颇有些熟悉的面旁 这人长得 太像顾文芝了 她叫几文芝 孤儿院里的孩子 都不喜欢她 妈妈供她到高中毕业之后 她就没有踪迹了 我略微思考 瞬间有了新的方向 几青雨就像是我的福星一样 我笑着道谢 并答应她会日后常来 当我回到自己的别墅时 却在门口 看到了一个意外的身影 此刻傅云蓝 站在门口疯狂按着门铃 见到我和几青雨 有说有笑地出来 气势汹汹地冲上来质问 几云琛 她是谁 你怎么会在她家 我下意识 挡在了几青雨身前 隔绝了傅云蓝的视线 傅云蓝 我已经没什么可以给你的了 你不用在我这里 太浪费时间 我不理解 她这一脸心碎的模样 倒像是我背叛了她 我示意几青雨先回去 她那样纯洁美好 不应看到这些糟乱的事情 见我如此对几青雨 傅云蓝更是气上心头 做事就要去拦住她 让我赶忙给挡了下来 傅云蓝 你不要再闹了 她满眼的不可置信 眼眶里瞬间蓄满了泪水 表情十分委屈 几云琛 你竟然为了其他女人凶我 我不理解 我以为我和傅云蓝的关系 虽说不上老死不相往来 但也是感情破裂 相看两相艳才是 彼时她做得有多绝 此时的眼泪就有多么可笑 傅云蓝 我和其他人 怎样都和你没有关系了 你忘了 你和顾文芝 当着我的面相拥亲吻吗 你有什么资格来质问我 我历生质问着 那些事情堵在我心头许久 每次告诉自己要放下 却难免为自己感到不值 如今一股脑的全都说出来了 倒是让自己顺畅了许多 那是我以为 你以为我是个瞎子对不对 哼 傅云蓝 我是盲人 你就可以劈腿了 我是盲人 你就可以堂而皇之地 和我的好兄弟找刺激了 我出声打断了傅云蓝的狡辩 无论她说什么 无疑都是刺向我心口的一把利剑罢了 只不过 我早已习惯了这种疼痛 她不能再伤到我了 收起你那鳄鱼的眼泪吧 别再来找我了 我深深地看了她一眼 打算开门回家 没想到傅云蓝却不依不饶 抓住我的胳膊不放 几云琛 你别忘了 当初若不是我选中你 你怎么可能会有如今的成就 你简直 有时候我 真想扒开傅云蓝的脑子看一看 是不是满脑子都是什么寻求刺激 她好歹和我受到的是一样的教育 她又是傅家的千金小姐 脑子里怎么全是这些江湖 我简直怎样 我忘恩负义吗 你是不是还想说 几云琛就是傅家的一条狗啊 我是很感谢你 当初选择我 将近二十年来 我把你置于高台 当做我人生努力的目标 我对傅家的回报 也只多不少 可是 我需要你明白 我几云琛是人 是活生生的人 还真把我当你身边的狗了呀 做梦去吧 说吧 我不想再和她有过多的口舌纠缠 白白浪费了 我今天的好心情 我开门进屋 然后毫不留情地 把傅云兰关在门外 现在已经有些后悔了 当初就不应该毫无保留地 告诉傅云兰 我的所有资产 还真是失策啊 回到屋中 我拿着那张孤儿院的合影 迅速去查询 顾文之相关的信息 越查越深 这信息量比我想得要大 直到傍晚 我才把她这二十几年的人生 查得干净 还真让我看到了一些 有意思的事情 刚想把这些消息 当成礼物 送还给傅家 算是最后一次 报答傅家的养育之恩 手机铃声突然响了起来 是我曾经在傅氏集团里的下属 不知道从哪听说了一些八卦 忍不住告诉我 傅云兰和顾文之吵架了 顾文之上位之后 傅家父母好像挺信任他的 又直接接手了 我交出去的项目 一时之间 难免飘飘然 以至于对傅云兰的关注 也没有从前那般细致了 而傅云兰又是个做惊性格 自然是忍不了一点 两个人的矛盾一触即发 就这样在公司里吵了起来 不过也是 恐怕也只有这个时候 傅云兰才能想起 对她千一百顺的我 我伸了个懒腰 活动着有些僵硬的身体 无意中偏向窗外 却是看到傅云兰 依旧站在门口 外边月色朦胧 她竟然在门外站了一整天 我走出去打开门 看到她此时的模样 心里愈发烦躁 傅云兰 你不回家找顾文之去 在我门口用苦肉计 又给谁看 她可怜巴巴地看向我 露出的表情 是我从来都没有见过的脆弱 云琛 我好像错了 这时 远处有强光晃过 越来越近 那辆车最终停在了我的面前 顾文之从车上走了下来 一身西装革履 颇为招摇 和我记忆中 那个成熟稳重的好兄弟 判若两人 他下车后 直接把傅云兰拉走 然后转身警告我 几云琛 你都是个瞎子了 还想和我抢吗 当心我让你不得好死 我脑海中想起了 自己查到的那些东西 嘴角勾起了一抹嘲讽的微笑 谁不得好死还不一定呢 顾文之 又或者 我该叫你纪文之 他的脸上肉眼可见的慌乱起来 眼神不断闪躲 连傅云兰都看出了异样 顾文之没有回话 直接想要动手打我 却被我抬手拦了下来 他的眼中瞬间惊恐 毕竟在他的认知里 我还是个瞎子 这下精准地拦下他的拳头 恐怕误以为 我是什么武林高手呢 我不再忍耐 趁着他正愣的一瞬 一拳打向了他的面门 顾文之 你今天穿得跟花孔雀似的 也太招摇了 可太像某些声色场所里的 从业人员了 他面露惊讶 然后恍然间意识到什么 伸手指向我 你的眼睛 我轻蔑一笑 我的眼睛当然好了 多谢你的关心 顾文之表情恐慌 也不顾傅云兰的挣扎 强硬地把他拽到车上 迅速离开 第二天清晨 我本想带着证据 直接傅家揭露顾文之的面目 不料傅家出事了 顾文之跳槽到了对家公司 并带走了傅氏集团 好几个项目 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 却也只能感叹一句 他还真是狗急跳墙了 他竟然指望那个心狠手辣的顾家能帮他 我没有手下留情 直接拿着证据 去公安局报警 指控顾文之恶意伤人 一年前的导致我受伤的那次事件 是由顾文之主导的 异常英雄救美的好戏 没想到被我横插一脚 让他计划失败了 他本想通过这次机会 让自己走进傅云兰的视线 英雄救美吗 都或多或少 跟着以身相许的美吗 可惜毫不知情的我 不顾死活地冲了进去 那些人只想尽快完成任务 情急之下 动作便没轻没重了一些 当时的傅云兰只会惊声尖叫 我根本顾不过来 那些人的棍棒 马上就要落到傅云兰的身上了 千钧一发之际 我直接挡在傅云兰的身前 替他承受了这一下 可在我倒在血泊中的时候 顾文之出场了 一番吓唬又识眼色 那些人收到信号 便很快离开了 我看到当时路段监控的时候 觉着自己真的像个笑话 我为了救傅云兰头部遭到重击 倒在血泊中昏迷不醒 而他却是躲在顾文之的怀中 害怕颤抖 两个人在一旁紧紧拥抱 显得我躺在一边闪闪发亮 当在公安局一起观看这段录像的时候 傅云兰的脸色有些不自然 眼底闪过些许愧疚 不过我都无所谓了 事到如今 这些愧疚不要也罢 在我查到的消息中 顾文之高中毕业之后 消失了一段时间 是被傅氏集团的死对头 傅氏找去了 因为他这些年在网络上发表的言论 都对我有极大的恨意 所以 顾氏为他伪造了身份 安排他在我的身边 伺机而动 不得不说 顾氏的计谋很下作 也很成功 可顾文之在尝到了傅云兰的甜头之后 开始幻想 自己继承傅氏了 若不是作案被我吓到了 也不会寻求顾氏的庇护 一切真相大白之后 傅云兰痛哭流涕 他想像往常一样 扑进我的怀中寻求安慰 却被我无情地躲开了 本以为离开他我会想心如刀脚 可自己一个人生活了许久 也想明白了许多事情 傅云兰他不值得 云琛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一直没有认清楚自己的内心 我一直以为你永远都不会离开我呀 你知不知道没有你的日子 我每天都很不开心 过得非常不适应 你回来好不好 我把傅氏集团给你都可以 我摇了摇头 面色沉着冷静 丝毫不为所动 傅云兰 你不爱我 你只是习惯罢了 习惯了把我当狗一样耍 习惯了身边 有云有人把你碰到高位 而且 傅氏集团在我眼里 也都是过眼云烟了 那不是我的追求 如果你真的感到愧疚的话 那么日后就请在我的眼前消失 不要再打扰我 我想离开 傅云兰却是死死抓住我的手 让我有些不知所措 傅家父母赶到的时候 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一幕 父母最是心疼他的宝贝女儿 看到傅云兰如此低声下气 看我的眼神多少有些不善 齐云辰 你别忘了 是谁把你养这么大 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云辰 别听他瞎说 我们可是 拿你当亲生儿子看的 傅傅立声制止他 两个人一个唱红脸 一个唱白脸 我心中冷笑 亲生儿子 这么多年都不允许 我叫他们一生爸妈 就是这样的亲生儿子吗 先生 夫人 原来你们的亲生儿子 就是这样叫你们的 我永远都忘不了 幼年刚进入傅家的时候 父母居高临下 不让傅云兰靠近我 生怕我传染了什么脏东西给他 现在傅家面临危机 他们急需一个人出来 顶住这个压力 来承担董事会众人的怒火 让我去做那个重使之地 不愧是傅家 打得一手的好算盘 可我不再是曾经那个任由他摆布的几云辰 我早已想好了我的退路 我名下的资产 都是自己打拼得来的 和傅家没有丝毫关系 至于傅家 我也没欠他们什么 被顾文芝带走的那些项目 是我近几年的心血 是他们识人不清 与我无关 我不再犹豫 独自回到了郊区的别墅了 却是看到了别墅门口 放有一篮子 娇艳欲滴的玫瑰花 花篮里插着一张小卡片 上边写着一小段祝福的话语 说 她是我的家人 心下涌进一股暖流 原来在这世界上 我不只有我自己 傅氏集团这次受到重创 短时间很难再翻身 而顾氏集团也深陷丑闻 两把交椅 都是忙得焦头烂额 但是 这无疑给了其他小公司机会 被傅顾两家垄断了许久 现在一个崭新的商业格局正在出现 顾文芝被警察抓了起来 至于要判多久 我没有过问 不过她算是出了名了 即使从监狱里出来 日子也不会好过 我还去看过她一次 比时她面色憔悴 丝毫看不出 曾经意气风发的模样 顾文芝 我曾经真的拿你当好兄弟的 为什么那么恨我 她咬牙切齿 发疯一样 敲打着面前的玻璃 启云琛 你还有脸问我为什么 当初明明是我最有希望被傅家领养 偏偏你被傅云兰看中了 本来应该我才是傅家养子 是你抢了我的 你过着本该属于我的养尊处优生活 而我只能是一个锅 受尽白眼 我忍不住叹息 傅家的日子也不好过 我因着傅云兰的选择 在她身边做了小二十年的狗 受尽欺凌的时候也会想过 我如果没被领养该多好 可我吃尽了苦头 承受了下来 我的未来将会光明一片 做人啊 还是要知足常乐 我回到别墅 收拾好东西 准备出去旅游散心 这终究是骗伤心的 我还是想要出去看看 我抱着自己的逆子 敲响了隔壁的房门 清语 有没有兴趣和我一起旅旅游啊 实在是我家这个逆子 跟你相处久了 有些离不开你 怀里的橘猫不满地叫了一声 似乎是在控诉着我的言论 你把小菊带着就行 两人两猫 挺好的 季青语怀里的小菊 兴奋地叫了一声 我们两个相识一笑 那种最纯真的情愫 在我们二人之间流转 怦然心动 离开之前 我接到了傅云兰的电话 他现在被傅家拖着 一时抽不开身 他还是有些执着 吵嚷着说 这辈子非我不嫁 说什么要孤独终老 我轻笑挂断了电话 他孤独终老 和我又有什么关系 我幸福美满就好了 我和季青语 已经确定了关系 我们携手漫步在人山人海中 感受着难得的人间烟火 当我和季青语 踏入婚姻殿堂的那一天 傅家父母赶来参加婚礼 告诉我 傅云兰风了 不过这并不能影响我什么 他风是他旧游自取 我的美满 是我努力取得 我看着季青语 身着洁白的婚纱 缓缓向我走来 这或许就是我的梦寐以求 我和季青语